大家好 夏季很多花有养茶花的时候 经常容易做错这三件事 然后影响到整株、植株的生长 那么是哪三件事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过度的遮阴 在进入夏季之后 很多花有担心茶花的强光暴晒影响它生长 就会给它进行过度的遮阴 但是茶花它其实是喜欢一个半阴的养护环境 如果过度的遮阴叶片无法正常进行光合作用 然后花芽分化也会受到影响 不利于它的生长 植株的抗病能力也会大大的降低 所以我们给茶花遮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大概遮阴50%左右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不施肥 一般情况下夏季温度达到30度以上 基本上我们都是不需要施肥的 但是因为我们给茶花进行遮阴 或者是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给它进行了降温处理 那么在温度降下来之后 茶花它还是在顺利生长的 这个时候还是要适当的补肥才行 这次用肥主要是以拧甲肥为主 如果拧甲肥不足 茶花进行花芽分化或花苞生长 都会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平时降温措施没有做到位 然后养护环境温度还是比较高的话 就一定不能够用肥 第三件事就是经常搬动 很多花有总是想给茶花来 找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经常就搬动茶花 然后导致茶花一直在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会影响到它生长 再加上茶花本身 它对环境非常的敏感 适应能力特别的差 频繁更换环境 不仅会导致掉叶 掉花苞的新花出现 严重的话呢 可能还会造成整株植株的死亡 所以茶花在夏季养护的时候呢 这三件事一定不要做错了 要不然呢 茶花可能会越长越弱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